这以后啊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明天安妮过来 咱们商量个日子 把我们的婚事给办了 办什么办啊 我这儿还没同意呢 你 我跟你说啊 你这臭脾气 我可是忍了你一辈子 今天我忍不下去了 你就是不同意 那也不管用 反正我觉得梦醒不错 谢谢阿姨 不过我也想知道 叔叔为什么不同意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对啊 爸 你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 好 你说吧 夏先生 不是因为你 是我们 我们有我们的祖训 祖训 是那什么三大家族 不能联姻那个吧 爸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应该不是 真因为这个反对吧 我还就因为这个 爸 我跟孟徐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一定是可以幸福的 就是问这什么年代了 祖训 祖训 你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 肯定有他的道路 祖训说不能联姻 我不能让他们俩就犯忌训 可是这会犯什么忌训呢 反正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能拿你去冒险 爸 爸 我也就真的是喜欢孟徐 我一定要去的 老郝 我不参加你们的婚礼行了吧 老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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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儿子 你今天陪陪孟徐 对不起 别想太多 老唐 老唐 这儿没外人了 您给我说说 祖训到底怎么回事啊 结了婚会怎么样 生不出孩子还会加负人亡 你少说几句吧 少说几句 儿子的终身大事 我是当妈的能不操心吗 不行 你给我说清楚 你以为我想拿儿子的事情 当儿戏吗 不听祖训的话 你刚才说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后果不堪设想的 什么后果不堪设想 爸 从小到大你都很严肃 这我知道 可是在大事情上 你一向都是以礼服人 跟我说道理 这件事情我不服气 我不管你服不服气 总之 只要你不跟那个夏孟徐在一起 怎么着都行 儿子 爸还不了解你吗 从小到大你就没什么偿性了 你要不了多久 你还可以喜欢上别的姑娘 那以咱们家的条件 你找谁不行呢 我和你妈可以给你介绍啊 爸 在你心里 我是这样一个人吗 我对孟徐是认真的 而且永远不会变心的 你 你 真是不可理 儿子当什么人啊 人新的 if Planet 要发生去哪儿啊 我 我 我套契 行行 来来 来 快点 来 来 喝点汤 去去活啊 儿子 你是不是想去见孟雪啊 妈 我很担心她 你还是别去了 我觉得啊 结婚之前啊 遇掉的恶者也是好事 正好能让双方冷静下来 认真地思考一下 是不是值得 值得 回答得这么快 说明你还没有冷静下来 妈 我跟孟雪 你是经历了很多事才在一起的 我们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不过呀 这样也好 那我就不担心了 只要你们真心爱着对方 任何困难你们都能克服的 妈 你怎么就这么明事理啊 你怎么就会看上 我爸那么倔的人呢 其实啊 你爸还是很不错的 我想啊 这老头子 心里头一定藏着一个命 不过你别急啊 我一定能让他说出来 好了好了 儿子先喝汤吧 啊 来 好 自己来吧 太奶奶 当年因为祖婿 你们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难道现在我也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吗 难道这一切 都是注定的 都是注定的 孟雪 吃饭了 我不饿 那 哥进来陪你聊聊天 进来咯 傻丫头 你是嫁不出去了吗 非常少不嫁啊 哥 你来是让我更伤心的吗 好了 哥就跟你开个玩笑的 谁啊 谁啊 就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来判断 我想唐朝他爸应该是另有隐情的 但是他不肯说 要不肯说就去查呀 这不太好吧 说真的 如果你没能埋唐朝的话 哥只能想劝你一句话 就放弃吧 我夏末龙的妹妹要嫁回嫁不出去吗 想去那天绕上星辰的 可以排队好几圈了 可惜啊 女大不中流 我知道你要是不嫁给她 这辈子都不会开心的 那所以了啊 哥只好帮你了 哥 你是来笑话我的吗 你自己不也是一样 非田姐姐不娶 来 话你笑我了吗 算了 我们俩兄妹 谁也别说谁了好吗 其实啊 哥替你想了个办法了 就让石磊找他那个黑客朋友 去查一查常常常爸爸 这会儿啊 他接了 那调查要多久啊 看法你急的 唐朝有你家女朋友 真是好福气啊 如果唐朝要是不娶你的话 你会不疯啊 连接取笑我是不是啊 谁取笑你 其实啊 最可怜的是我 现在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 你想他要是跟唐朝结婚了的话 那我不就没机会了啊 那我不就没机会了啊 什么意思啊 你跟唐朝修成了正果 那白昼是不是就是没有希望了 白昼没有希望的话 那蓝灵就有机会了 那蓝灵要是有机会的话 那我不就没机会了 那石头呀 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 那今天呢 就算白说成了和尚 蓝灵也不会考虑你的 喂喂喂喂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短信救了你 怎么了 完了 出大事 出什么事了 唐朝啊 这个跟你可能是兄妹 不可能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不负责任去判断 这事情的真假 这是雪诺灯给我发过来的 他调查了唐朝父亲 年轻的时候的生活轨迹 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出 他平时像跟谁吃饭啊 在哪儿吃饭啊 乘坐过哪个航班啊 跟谁一起坐的这个航班啊 跟谁做过生意啊 在哪儿开过房啊 总之啦 就是他用这个公式啊计算出 他爸爸年轻时候二十多岁 有一段时间跟你们妈妈 走得特别紧 也就是说 行了 这些脾气这么暴躁呢 听我把话慢慢说完 你看啊 这是他给我发过来的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在一年内十三次同坐一个航班 三十六次呢在一家饭店吃饭 三次呢竞标过一块土地 六十八次出现在一个城市 两次呢选择一个时间休假 还有三次呢开了同一个酒店 而且是隔壁房后 我按许诺东的分析来看 孟勤很可能是唐朝附近的死城 够了 不要再说了 孟勤 我先告诉你 这件事不准说出去 知道吗 这什么 这么乱呢 喂 孟勤 你赶紧出来 我现在劝我爸 不过你别担心啊 我们这婚肯定可以接了 我五分钟之后到你家 你那个时候必须出现 喂 喂 我跟你说啊 我会是翻装出来的 赶紧上车 咱们去哪儿啊 去医院 去医院干吗 上来再说 行行行 医生 咱这个多久被拿到结果啊 很快的 不用很长时间 稍微等一下吧 你说咱们怎么可能是兄妹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长得也不像 脾气也不像 还专门跑来医院噎个血 让别人知道 那头都才不行 咱们再给你回事 肖默寻 唐朝 结果出来了 根据检验报告来看 二位真的是亲兄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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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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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